如果人生如今 指尖走完這一去 來世翩翩已盡 會是你恍如初心 緣分就像泡影 轉身身負一地 拼不清雲不歇天 一百途地不原地 人生如夢人如期 我此無悔的來去 追求當個日遊戲 眼前流別被流離 我想最好的結局 笑看日出 心握緊 明日你找了針線來 封到帳子裡去吧 放在那兒平日裡哪能看得著啊 二阿哥賞賜得多風光啊 一奴才看 堂當正正放在廳裡最好 逢在帳子裡 我自己看著心安就是了 福建 您懷的肯定是小阿哥 懷的是個寶 奴才就不明白了 這麼大的喜事 您怎麼還藏著掖著呢 這個孩子來得太突然了 也不知道貝勒爺會不會生氣 怎麼會生氣呢 爺這些年都沒有子嗣 貝勒爺都不知道 著急多少回了 莫說是大阿哥 就連二阿哥 在爺這個年齡都有 都有什麼 恭喜主子 爺 我這還沒進屋 府裡的奴才 就端著奇珍義保出了院子 好啊 這主子還沒答應你 你就把禮物收下了 膽子不小啊 奴才不敢 爺息怒 大夫一走 各府的賀禮 就送了上來 憶力啟一直跟在我身邊 絕沒有往外傳 葛代 葛代亦不敢宣揚 你如今有了身孕 要照顧好自己身子 別說貴就貴 來 坐著 這附近有了身孕 自然是好事 理應得到賞賜 可你們奴才 一驚一乍的 又要傳出去多不好啊 奴才不敢 都退下吧 是 爺息怒 葛代不在乎什麼禮物 如果不是今日頭暈 傳了大夫來看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 奴才對不起爺 更對不起哥哥 怎麼又跪下了 想必東哥一定跟你說過 你如今是主子 別自稱奴才 快起來 我沒有傷心 也沒有生氣 可是哥哥呢 這件事 不是你與東哥的事 是我跟他的事 你不用擔心 既然有了孩子 就安心地把他生下來 畢竟也是我黃太極的第一個孩子 都是我不好 爺 葛代和您一起去跟哥哥解釋 要是哥哥心裡有怨 有恨 不能讓他一個人憋著 不能了 如今這個情勢 不知有多少眼睛 盯著我跟東哥呢 你看 這袖宮跟才智 都是明朝之物 今日收到新奏上的情報 大明的閻官彈劾了 遼東鎮守李成良 記守遼左六寶 八百里疆土 水兵暴力驅趕幾萬弄虎 邊境流血無數 大明皇帝已經將他撤了職 我們建州與遼東緊張多年 阿玛已是按捺不住 阿玛仇恨漢人漢物 不是一日兩日的事 這赫圖阿拉城哪個親作不知 可這個時候 靠岐克跟二哥 哪兒來的明朝之物 格代不知 不懂這些 上次吴杰岩一战 额齐克消计退避 阿玛杀机警候 额齐克深以为耻 与明尘暗中交往一背后路 恐怕这战火还没烧起来 兄弟系强就在眼前 阿玛削了额齐克兵权 人 要发兵 自然还要用人 与我来说本是好事 可若阿玛知晓了 董柯与我有情 不 贝勒爷不可能知道的 怕这是早晚的事 你有孕一事 大夫刚离府不到两个时辰 我尚未通报阿玛 这么多贺礼从何而来 这阵子我跟东哥 也是昏了头没留神 没想到这府中 均有这么多旁人的耳目 这奴才不盯着外面 却只盯着自家主子的动态 再总如下去这还得了 若这个时候阿玛知道了 兵权之事自然是付出东流 东哥那倔脾气 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只把阿玛一怒之下 又把他送出去 不能再让贝勒爷把格格送出去了 外面那些人 像恶狼一样盯着格格 格格如果这时候被送出去 哪里还回得来 格队 明日我就上报阿玛 你有孕之事 求他与你主事之权 只要孩子一下来 你就是大夫妻 这福利上下 不管是为了我 为了东哥 还是为了孩子 你都给我牢牢地盯紧了 一定要把那些怀有异心 行踪诡异的奴才揪出来 能换的立马换掉 不能换的 就先放着 只是有孕 阿玛不应该伤身 你又向来那么 我可以的 可是 可是格格他 东哥那边 让我再想想 我今晚还是在书房睡 你早点休息吧 这些明朝之物 你悄悄处理了 不要生长 是 爷慢走 孩子 闻念真不知道 你这一次来是福 还是活 好啊 走了一个李承梁 又来了个熊廷碧 李承梁那是要往我们脸上呼巴掌 可熊廷碧 竟是要直直地掐住我剑州的烟壶 修保屯粮 安置民心 暗地里独剑兵器 以手为功 没透一句口风 直接断了辽东边境 与我剑州的马氏交易 之前安排的县任呢 我们每年砸的钱都砸哪儿去了 亏勒爷 当初李承梁向明朝皇帝提议 修筑六宝防线 正是这道防线的抵挡 剑州在边境才收复各部 日渐强盛而不被重视 如今六宝尽数拆除 雄言逼一方面要安抚流离民众 一方面对我剑州外送内言 与真数万族人世代 以养身贩卖谋生 这马氏一进 表面上看起来是自首 其背后的目的 才更加准人推测 阿玛 我认为 他是逼咱们剑州先行进藩 所以三思而行 阿玛 这辽东边境这么多年 我们站也站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怕什么 不如趁他雄廷碧刚上位 我们打下他几座城池 到时候这马氏 便是他想尽也进不了 无知晓儿 你说什么 怎么着 这小娃娃长大了 何其客 说不动了 你 大哥 据探子密报 雄廷碧请旨 领兵十八万人 住属在云阳 青河 府顺 三叉 以及镇江等边境阵地 小的战役 他们可以各自为战 而大的战役 他们就会首尾呼应 来回打员 另外 他们挑选了精兵汉将 组织游击 四级出洞 末地就在于骚扰我建州民众的耕地和放牧 要让他们一直这么干 那我们肯真有点焦头烂额呀 大哥 臣弟以为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拿着人参上经纳贡 给他雄廷碧一点甜头 先把他稳住了 这样也可以结我们的燃眉之急 当下 这 才是正事 打 敢问大哥 怎么打 兵阿玛 其细细思量 思绪缜密 此时 确实暂时不宜出兵 不如商议之后再做决定 俄齐克当然觉得不宜出兵 俄齐克什么时候觉得能出兵了 才让侄子嘖嘖成齐呢 不出兵最好 免得到时候避而不战 一武战机 你让侄子们白白去送死 俄英 舒尔哈齐虽没有了兵权 但他还是你的俄齐克 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就连民官的战略部署 他都能够打探得到 这些本领 你可得好好学学 是 儿子一心只想着为建州开疆阔土 无畏向前 是儿子有勇无谋了 战或不战 过后才定 我们能等 遥东边境被砍的那些人参 可等不了 过不了两周就会腐烂殆尽 奴虎何以为胜 阿玛 儿子看平日府中福尽 葛黛与奴仆处理人参 为了能长期保存 长将人参煮后晒干 能存储粤鱼有多 而且功效更异 或者加以泡酒 能储存更久 你府上的葛黛 也怀有身孕了吧 听你这么一说 此女颇有制府之道 可以掌势 你有这样一个大福建 阿玛也就放心了 好 那就号召农户们 赶紧腌制人参 剩余地转向盟户销售 亏损比较大的农户 多给他们一些补贴 至于这场仗 究竟打还是不打 也不是一时就能够决定的 王毅多 在 你先去细细打探 之后我们再议 是 好了 既然是这样 那还议什么事 我顺尔哈齐府上的人参最多 大伙跟我一同回府 晒神泡酒去吧 顺尔哈齐 告辞 三倍了 你也说散了吗 你也说散了 我这个病啊 真是病昏了头啊 你们说什么 我根本就听不明白 怎么着 我这回家吃神养病 也是按大哥的指示办 错了吗 骆启哥 万万不可呀 三倍了是病糊涂了 说胡话了 是该回去好好休息了 没事没事 咱们一咱们的 不碍事 恶心客 你现在就这么走了 可把阿玛放在眼里 说着阿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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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 贝勒爷息怒啊 三倍了说的 并不是没有道理啊 此事外患当前 我们应当一致对外 还一致对什么外 我看术哈齐 是要把建州基业拱手让人 做一辈子的相遥贝勒 贝勒爷息怒 走 哥哥 这是小厨房新做的点心 可香了 不想吃 哥哥 天气越来越冷了 按理说应该越吃越多才对 您现在怎么越吃越少了 唐朝孟娇说 饮食迷惊粗 衣肠 室宽窄 哥哥爱念诗 奴才听不懂 哥哥您笑了 这几天您门也不出 话也不说 吓得奴才都 好 士之丹兮 有可拖延 女之丹兮 不可拖延 原来我也是如此的没有出息 原来我也是如此的没有出息 今天贝勒爷找众人议事来着 是 是 辽洞那边换了个关 听说 剑州农民的日子不好过 奴才取点心的时候 刚好碰见各位爷一时刚散 好像贝勒爷生了很大的气呢 那 八个没事 是三贝勒爷出院顶状 多嘴 谁要问他了 对外人称我病了 谁也不见 天气太冷了 等暖和了再出去吧 是 是啊 今儿一时一得可真烦 这都晌午了 府上已经备好韭菜 可就等着爷呢 给二二哥请安 起来吧 打扰二二哥 我家爷问好了酒 想请二哥供饮 你是哪个府上的 什么 二池敬shots 老师敬您 那 我 super 我 这酒入口细腻 留香又非常之浓厚 好酒啊 来 戴山 你再尝尝这个糕点如何 每次同额起刻一举吃吃喝喝 我都是别有一番情趣 倒显得儿职有些无知了 倒不是你额起刻有情趣 只是这大明帝大物博 是喝自然文雅精致 戴山 额起刻这些年待你如何呀 这些年多亏了额起刻的照料 儿职才有今日的出席 您也知道 我与您那三个儿子纵马英九 交集颇深 可谓无话不谈 看到你们平日玩爽 不禁让我想起了我们兄弟五人 年幼的时候 我阿玛战死得早 留下我们兄弟五人坎坷求生 移驾起病 我二哥因为战事已身的伤病 只能养着 四弟他无后病死得早 这老五中庸 只有我和你阿玛相互扶持至今 回不去了 我 额起刻 在成堂之上有些口巧 是难免的事情 就拿前几日来说 大哥有些放魂 阿玛直接把一个酒杯摔了过去 可是过后呢 儿子还是儿子 阿玛依旧是阿玛 就今日之事来说 阿玛有阿玛的道理 额起刻有额起刻的道理 儿子觉得 没有谁怪罪谁之处 戴山 这打圆场的话 就在你额起刻面前收起来吧 额起刻问你一件事 今年 穆尔哈赤 真的不打算向明朝拿功了 此事你可知晓 是吗 儿子一直觉得 是狗奴才乱传的呢 我额尔哈齐 血战沙场数十年 他奴尔哈赤身上有多少伤 我只会比他更多 你额起刻我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只是这些年来 晋州收复各部 兵力和粮草严重匮乏 如果此事贸然出兵 那我兄弟二人苦苦打下的 这番江山 还有我爱心觉罗的血害深仇 岂不都辜负了 是 额起刻 阿玛的性格你也知道 不是谁想劝就能劝得动他 额起刻的一番苦心 儿子倒是觉得 是 他奴尔哈赤是劝不动 但是我不能看着他一步走错 步步结束啊 我已经盘点好了私材 纳贡一事 他奴尔哈赤拉不下老脸来 我叔尔哈齐便替他去一趟 戴山 我问你一句话 你要坦坦荡荡地告诉我即可 敢不敢与我同去 爹 这菜都凉了 要不我能再给您热热 来 戴山 收拾好行李即可就来 骆起刻 晚些时候再见 那三贝勒送过来的酒水 还有礼品 全在仓库里存着吗 是 都好好存着的 哦 倒是有一幅灵头弄礼图 上司巴阿哥的葛代附近游戏 大附近便替爷做主 当作贺礼送了 糊涂 什么时候送去的 这已经是两个月以前的事了 大附近亲手选的 老八爷就罢了 其他府上的有送什么吗 除了那幅灵头弄礼图 便再没有了 我去 统统都给我烧了 爷是说 我是说把三贝勒府 送过来的所有礼品 统统都给我烧了 把酒水倒到水井里 现在马上去给我背马 我要去一趟舒勒贝勒府 可舒勒贝勒爷 吩咐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悄悄的背马 不许让任何人听见 赶快去 是 二阿嘎 二阿嘎 贝勒爷真的已经就寝了 奴仨不敢放您进去啊 别打我的路 十万火鸡的正事 可是 可是大附近还在里面呢 他在要怎么样 如若不报 明日丁斩了你的脑袋 儿臣给阿玛 给额孽请安 什么事啊 城中突发一边 大附近 戴上不敢不报 把后门侧门 都给我封好了 跑了一个人 你们都提头来见我 给我冲 是 来 来 再来 三倍了呢 舒勒贝勒尚未下令 谁敢对福敬和阿哥动刀 爷已经走了 你们要带人 我们随你们去 好 全部带走 是 驾 走 驾 走 快 走 荒唐 一百四十人 姝尔哈齐堂而皇之地 带着一百四十人 出了赫图阿拉城 若不是戴膳敢来向我禀报 你们何时才能知晓 都城兵将 都是仰来做什么的 也恕罪 我问了守城士兵 三贝勒是拿您赐的令牌出的城 说是出城受力 普通士兵不敢拦他 兵阿玛 儿臣知道消息之后 就立刻来报 可不曾想 俄七哥竟然走得这么快 还请阿玛降罪 这不怪你 一起打天下的兄弟 竟拿着我赐的令牌 大大大方方地开了我的城门 弃我而去 好 他既然敢走 便不再是你们的俄七客 也不再是建州的三贝吧 沃尔汉 谈令 沃尔汉在 朝末 姝尔哈齐所有家产 其七眷子嗣立即斩杀 他 部将还留下谁啊 部将吴尔昆 上载 吴尔昆 好啊 他要效忠舒尔哈齐 我便成全一趟 让赫图阿拉的人 见见他的忠心 把他给我吊在 舒尔哈齐府门口的树上 活活烧死 请阿玛息怒 熊廷必行官上任 铁石心肠 只怕 他知道阿玛如此惩罚的话 会笑话我们建州内讧 到时候引兵来犯 现在 俄齐克已经前往辽东 准备上贡 还不如 我们先看看熊廷必的反应 再做决定 也不迟啊 舒尔哈齐 只是一时朱流萌了心 还请为了爷姑念兄弟之情 念在他为建州 立下的汗马功劳 手下留情 他这样轰轰烈烈地走 不止是背弃我 努尔哈齐背弃了建州 更是当着世人的面 嘲笑我 羞辱我 我若宽恕他 岂不是让天下人以为 这赫兔阿拉城 谁都可以来去自如吗 阿玛 俄齐克虽然走了 但是七眷和子嗣 还有部长 一个都没有带走 可见他还是心系建州 并无冒犯之意 来上 我知道舒尔哈齐待你不薄 你额念走了以后 也是他一直在照顾你 可你不要忘了 你是谁的儿子 你也想忽逆犯上吗 你也想忽逆犯上吗 我逼着阿玛在岩城 如若大明 接受了舒尔哈齐的上官 那雄廷毕 必定会耻笑阿拉 胆小怕失 阿谀奉承 恐怕日后会更加有恃无苦 如若大明没有接受上官 那岂不是我们建州 自损严命 还有这边境 数万卖不掉的人参 悉苦过冬的民众 岂不迟了 八弟 你不要再说了 他可是我们的儿企客呀 舒尔哈齐 犹疑心软 阿玛 却更加要铁下心肠 表明立场 让大明的狗皇帝看看 我建州不怕 儿子恳请阿玛 抛开兄弟之情 以建州颜面为命 杀鸡儆侯 加以言称 黄太极 你才一时几天哪 就口出狂言 舒尔哈齐 可是你的儿企客 是同严阿玛 一起收复建州 统一个部的功臣 阿部哈教训的是 舒尔哈齐 的确是我的儿企客 是我的长位 论军功 他更是我的榜样 可建州的首领 只有一个 建州的颜面 也只有一场 冰阿玛 说我哈齐 应当吵架 但是他的家眷 一定是被蒙在鼓里 全然不知 还请阿玛 细细思量 仔细考虑 还请阿玛息怒啊 黄太极 你觉得呢 桑红 和阿玛 既要论起功过 阿尔通阿 扎萨克徒 蛇靡无度 杀了也罢 吾尔昆是舒尔哈齐的亲信 却没有劝主效忠 罪营严惩 赤子阿敏多有军功 可暂时收监不杀 基尔哈朗年幼 也可交与政治之臣 慢慢交和 至于其敌附近 侧附近 皆是众臣之女 可暂时幽近 以正视听 也算是给舒尔哈齐 留个退路和延命 胡尔汗 听清楚了吗 是 我及格就办 井 草 育日 山下 译格 后面 谢谢你在阿玛面前 保全阿密 还有俄琪科的家眷 只是俄琪科这一族 真不知道如何收成 还是过不了多久 还是要回来 到时候阿玛如何处置 你我就真的一点也全部动了 说句大逆不到的话吧 我若是她的话 她便不会回来 辽东的官吏怎么敢留她 怕是恨不得绑了她仍回剑中 正好坐山观虎斗不是吗 俄亦都在阿玛一家骑兵的时候 就陪在她的左右 而琪科跟阿玛也都是过命的关系 对于他们而言 宛如弯心割肉一般 只是你在阿玛面前禁言 哪个异都又是你的岳父 恐怕她很难理解你的用心良苦 委屈你了 在我心中 只要有一个人能明白我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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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阿玛 对不起你们 爺 怎么样 奴才 你头发怎么了 那个姓熊的 现实告病 聚而不见 奴才紧急贝勒爷的主头 日夜敲门 那个熊府的士兵 去 却 却把奴才的头发给剪了 嘲笑奴才是大毒狗 把奴才打了一顿 扔出了城外 奴才 奴才对不起贝勒爷 祸 是我淑尔哈齐一个人闯的 他奴尔哈齿要发 便罚我一个人 要杀 就把我这条老命 拿去吧 爷 只是打入了地牢 是 看来贝勒爷 还是姑娘兄弟之情的 只是难为了这双尔哈齐 还敢赶回来 谁经手的呀这事 八个 八个 奴才该死 下了也下不好 不下了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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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你 奴才 有一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既然有此疑问 便是不当讲的话了 是 双尔哈齐的事公开了吗 还没有 奴才也是打听到的 那今日我们的宴会 就当做不知道好了 是 就这样就可以了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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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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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二弟 你风采不简当年哪 要不 啊 不带那都妇季兰出来了 一众小姑娘都围着你打转呢 来 先吃个茶 你已经瞎了吗 别拦着我 你不能进去 哥哥 你放开我 走不到叫做远方 爱不到叫做遗憾 别致命 别纠缠 别纠缠 我站在缘分这段 遥望着爱情彼岸 不寂寞 不孤单 你就不愿 把你放开我 你把我手放开你 你的腹 火 我关心的 Phew 你以为自己的 但是别在一个爱情彼岸 恐怕 这主意 我远方向前 我提提此 我路湾的想要去 取火散 我多想陪你把謊言看穿心都轉不變幻 多少稀盤 多少感嘆 這世間有多少愛被流傳 長路漫漫要繞多少彎 你和悲歡取火散 我多想陪你把謊言看穿心都轉不變幻 多少期盼 多少感嘆 這世間有多少愛被流傳 最精彩的愛就從平凡 這世間有多少愛被流傳 這世間有多少愛被流傳 這世間有多少愛被流傳